毛泽东和他的女人们 经夫子住 第七十一节 接班人林彪的下场 县世献报文化大革命也对伟大领袖毛泽东进行了磕毒的嘲弄 1966年是毛泽东伙同林彪发动兵变 把刘少奇及其同伙铲除殆尽 将周恩来及其派系贬义的服服铁铁的一年 他原以为改立林彪为接班人是万全之策 林彪自井岗山歌剧年代起就是自己忠实的学生 爱将加上又是个半条性命的重病号 平日怕风怕光怕水一个大小便都失禁的人 有生之年自己的统帅权利领袖地位不会再面临新的威胁 可是过了不久毛泽东却怀疑上了林彪竟是个可怕的对手 林彪取代刘少奇坐上党的第二把交椅之后 身体竟奇迹般的一反往昔并泱泱的形象 而毫不含糊地从毛泽东手里争夺起权力来了 而且是最要他老命的兵权 这都是周恩来会做人大会小会的尊毛泽东为统帅 林彪为副统帅人民解放军是毛泽东亲自缔造的 林彪副统帅直接指挥的革命武装力量是无产阶级专政的注实 周恩来真是拍马拍到家了 这可好了林副统帅直接指挥起军队来了 他废除了原军委常委会议而成立了军委办事组 任命自己的老婆当组长 接着任命亲信黄永胜当总参谋长 任命亲信李作鹏当海军司令 任命亲信吴法宪当空军司令 任命亲信邱惠作当总后勤部长 当然这些任命都得到毛泽东的首肯 当时的主要目标是打倒刘少奇贬义周恩来 毛泽东不能不仰仗亲密战友及其手下的将领们 刘少奇死后 毛泽东对林彪疑心日重 并耿耿于怀 人民解放军是伟大统帅亲手缔造的 林彪副统帅直接指挥的 什么意思 谁的发明 缔造者就不能直接指挥了 只剩了四个伟大 林彪对毛泽东的阿虞之词 伟大的领袖 伟大的导师 伟大的统帅 伟大的舵手 编者柱 而实际上又被人架空了 难怪从总参谋部 到总后勤部 从海军司令 到空军司令 陆海空三军统统都成了林彪四野将领们的天下了 于是1969年春天中共权力重新分配的九大开过不久 毛泽东即已76岁的高龄 不遗余力地投入了新一轮的权力之争之中 而且是赤裸裸的兵权之争 他仍然不能安住北京 过去北京是刘少奇 彭真的独立王国 今天北京成为林彪 黄永胜 吴法宪 叶群 李作鹏 邱惠作等军人的大本营 真是老天有眼 独裁者遇上了独裁者 阴谋家遇上了阴谋家 疯狗遇上了疯狗 真是好戏联台 其权力争夺的方式 必然是诉诸阴谋和暴力 毛泽东仍然做了他的专列 带上张玉凤及其军事情报系统 在南方各地巡行 可惜年事已高 身体更为肥胖 并也更重了 已不能在各地抱住美女跳舞 或是游泳 但他仍然喜欢将裸体美女搂在怀里 满足手足之余 他和林彪集团的矛盾尚未公开化 他仍是一尊伟大的神明 到处受到狂热崇拜 敬仰 吹棒 他头脑十分清醒 明白自己的生命处在危险之中 举国崇拜的狂潮是林彪一伙煽动起来的 什么三中鱼 四无限 什么毛主席的话 句句是真理 一句顶一万句 是精神原子弹 什么理解的要执行 不理解的也要执行 现在毛泽东觉得这类崇拜 吹棒 十足的虚伪 肉麻 讨贤 197欧年夏天 在江西庐山召开了九届四中全会 讨论召开四届人大的人士安排问题 加上一个卖身投靠林彪的政治局常委陈伯达 他们不顾毛泽东六次指示不设国家主席的话 在庐山闹翻了天 大有诈评庐山 停止地球转动之事 毛泽东语 最使毛泽东感到伤心和愤怒的 是陈伯达的背叛 陈伯达跟随自己三十几年任文字秘书 毛选三卷 四卷中的大部分文章揭出自他的手笔 可是现在陈伯达看出来自己老了 无用了 而投靠林彪去做理论助手 枪杆子又加上笔杆子了 这可了不得 不得了啊 好在大多数中央委员还是跟着自己跑的 对不起 杀鸡敬猴 就拿陈伯达开刀吧 把他定个刘少奇一类的政治骗子的罪名 让他从政治上销声匿迹 这次的庐山会议开了个不欢而散 毛泽东协统帅重威 逮捕了陈伯达 并命令林彪手下的五元大将 黄 吴 叶 李 秋写书面检讨 至此 毛泽东和林彪的关系已形同水火 比过去跟刘少奇的关系紧张得多 也险恶得多 刘少奇至多跟他玩弄文字 文件 现在林彪跟他玩弄的是枪杆子 毛泽东仍然执掌着至关要害的权力 仍是通过康生的情报系统 谢富志的公安系统 王震的铁路系统 汪东兴的警卫系统 对林彪及其集团的行止动向进行严密监视和秘密渗透 并在北京军区 北京卫戍区 总参 总政 空军 海军司令部大量派入自己的人马 叫做掺沙子 然而林彪也已经有效地建立起了自己的军内情报系统 一方面对毛泽东进行反监视 反渗透 另一方面密令自己的爱子林立国 秘密组织小舰队 制定571政变纲领 训练职业杀手 准备武装政变 并暗杀毛泽东 1971年夏季 秋季 毛泽东一直做了专列在南方各省市巡行 每到一地 便找省委书记 军区司令谈话 还带领他们唱国际歌 三大纪律八项助益 并亲自打拍子 当指挥 他号召各省市的书记们 军区司令们 要跟着自己走 不要上皇 吴 夜 李 邱一伙人的当 解放军不要跟了黄勇胜们做坏事 要警惕野心家 阴谋家篡党夺权 他公开警告说 要团结 不要搞分裂 要光明正大 不要搞阴谋诡计 他只差没有点出林彪的名字了 可是 毛泽东在武汉 长沙 南昌 杭州 上海的各次讲话 都立即有人报告给坐镇北京的黄 吴 李 邱 再由黄 吴 李 邱 邱报告给住在北戴河养病的林彪和叶群 毛泽东的系统 林彪的系统 相互渗透 真是你中有我 我中有你了 正是毛泽东在南方各地的讲话 决定了北方的林彪要加快政变的步伐了 他们要趁毛泽东南巡途中 把毛泽东消灭掉 林彪之子林立果急同火精密设计的方案有几大套 一是由杭州的驻军司令陈立云派空军强击机轰炸毛泽东乘坐的专列 二是待毛泽东的专列停靠在杭州机场附近时 利用不远处的油库纵火 成混乱将毛泽东干掉 三是由上海警备司令员王维国 待毛泽东的专列抵达上海 召剑干部时 亲手将毛泽东枪杀掉 四是派小剑队人在苏州附近的朔放铁路桥上安置炸药 等毛泽东的专列通过时将桥梁炸毁 制造第二个黄孤屯事件 武士派小剑队的人马以四欧火箭筒及单兵喷火器 炸毁毛泽东行进着的专列 林立果的计划真是环环相扣 万无一失了 林立果一伙步下了天罗帝王 等待着毛泽东粉身碎骨 但毛泽东竟是一只老狐狸 他十有八九获悉了林彪将要谋杀他的计划 他决定以自己的行动来打乱对手的计划 1971年9月9日 毛泽东的专列抵达杭州 原计划在杭州下车休息三天 可他的专列改换了停靠地点 而且就住扎在专列上只休息一天 毛泽东命令为对部下严密的防卫 陈丽云布置一位亲信嫁机执行轰炸专列的任务 那亲信却临时称病变卦 毛泽东得以苟且活命 死里逃生 9月11日下午 毛泽东的专列抵达上海 远你休息两日 但毛泽东并未下车 上海警备司令王维果身藏手枪 要上专列拜见毛泽东 被汪东兴与其他卫士挡了架 王维果随即被在场的南京军区司令员许室友 拉去饭店喝酒 这时毛泽东突然下令专列启程 逃离上海 一路风驰电撤 专列在南京换了机车头 停留半小时 继而在济南又换机车头停留半小时 之后日夜兼程 直驶北京 9月12日中午 毛泽东的专列抵达北京南郊的丰台车站 他不敢贸然进入北京市区 而下车住进了被他在九大上斥为右的代表 被罢官闲居在家的陈毅元帅的府上 跟中南海主持中央常委的周恩来取得了联系 电话里 毛泽东对周恩来的第一句话是 恩来 天不灭曹我险些成了丧家之权 你立即替我把北京军区的头头找来陈毅府上来 之后 毛泽东固步的疲累 在陈毅府上召开了北京军区 北京卫戍区负责人联席会议 对北京地区的警卫工作做了重新部署 再说政变的另一方面 那座镇北京西郊机场 担任着政变总指挥的林立国 却发生了一件最不可思议的事情 从十一日下午起 未婚而好色的林立国 竟迷上了一位不知从哪里选送来的清国清城的美女 她不顾同伙的劝阻 在这千军一发的时刻 搂住那庙壳美人一觉睡了十个小时 专等着南方传来惊天动地的大喜讯 消息终于传来了 毛泽东已于12日中午 平安抵达北京 晴天霹雳 五雷轰顶 林立国明本正变告吹 她立即驾直升飞机抵达北戴河与父母会合 林彪 叶群立即决定乘机出逃 时间是9月13日凌晨一时 林彪 叶群 林立国等强行闯到山海关机场 登上一架未加满游的专机 飞往外蒙古 周恩来在空军雷达屏幕上看得清清楚楚 这时毛泽东已回到了中南海丰泽园 周恩来请示毛泽东怎么办 要不要打下来 惊魂未定的毛泽东说 天要下雨 娘要嫁人 随她去吧 9月13日凌晨 二十三十分左右 林彪夫妇的飞机坠毁在蒙古共和国的温都尔汗的沙漠上 机上八名男女全部死亡